我夾了兩三隻 最便宜的品質就是這隻 這隻是香順的 一般是沒有定的,而且比較薄 然後拿這隻出來 這隻就像星星的臉一樣 這隻就像美女一樣 這隻就叫做圓木頂白花菇 圓木菇和這些最大分別 這些就是包菇,即是用溫濕菇 這些就是圓木 化出來的 當然,食味和口感都會香很多 而且會好吃很多 這段時間,我們也可以剪一剪 冬菇丁,冬菇腳 有些冬菇,有些網友會說 為甚麼沒有腳 這些香順,特別是沒有腳 這次的冬菇,雖然說有些花菇 有些在裡面 但這些菇都不是很貴 那我最貴的花菇 都是八十多元一斤 圓木菇的頭一剪下去 特別是硬的 最後沒有錯 我連花菇也都賣了 就是這隻精選 簡手的花菇說很漂亮 那些紋就很漂亮 好不好吃 阿正就說不知道,他沒吃過 但我吃過 今晚我再拿回去 還有現在的人很流行在外面 吃甚麼黃花菇 是 那麼大包 一斤裝 一斤裝 賣多少錢呢 先不要說錢 我們去後面看看 還有一個標籤 寫著啤梨頻道 是不是很有心思 這個當然不是很漂亮 我會自己連回彩色的 啤梨頻道的標籤 是 OK 138元 不會貴的 但也不是便宜 而且沒有定 簡單一點 就不用你又剪又行 浸了水去 OK 浸軟去 大家會做的 冬菇 你簡單一點 五元冬菇 我小時候不是用這些 那時候就用一些冬菇 即是窮 冬菇定 餘 用來煲湯 OK了 我喜歡喝的 就是鹹魚頭豆腐 又加冬菇 有沒有喝過 鹹魚頭豆腐 有 但會加冬菇定 OK 第一 你這麼大包 順便吃 你送禮 第一 五大包 很好看 外母 送給你 煮給我們 第二 大粒 你做出來的東西 也是很好看 小小粒 有時候送禮不好看 所以大包 一百三十八 其實 某程度 有些朋友說 不是的 是便宜的 你看你們哪裏買 我自己知道 有些 譬如大埔街少一些 他真的會買一百三四元 我不會特別便宜 因為真的未終取利 貪得意 但是 你要貴過去 我又不會 就是這樣 OK的 這個花菇 我們可以進去